欢迎收看爱车兵团 我是小福 那今天呢整点不一样的 身旁呢正好有一台蓝图V超长续航版本 那这台车呢售价并不便宜 达到了393,600 那因此呢我就很好奇 它的一个真实的续航能力 到底能够做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说这一期视频就整一个续航测试 OK来吧 真实的来做一次续航的测试 那么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 我们也把所有的数据都清零 并且备案了一份 出发之前呢这台车剩下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呢 是408公里 那在CLTC的一个续航里程呢 它能够做到631公里 但其实呢这台车在我们正式做续航之前呢 它已经是接近于满电的状态 剩余的电量是64% 但要来日常呢在我们的生活上当中呢 我们的车辆也很少说能够完成的做到百分之百电量 这种情况呢是极少极少的发生的 那保持在百分之七十或者说百分之六十几的 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啊 那因此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呢 大概有小一百公里 九十公里的一个路程 那我就很好奇到地方之后呢 它的一个续航达成率能够做到多少 也是我一个比较好奇的地方 其实啊这一台蓝图费超长续航版本的电池度数还是比较大的 达到了一百零六度电了 那放在这个价格区间或者说这类产品来说呢 能够达到这么大的电池容量我觉得还是比较的罕见的 因为同级别很多车型的无非也就处在八十几度电还是比较常见的 能够去到九十多甚至是达到一百度电的产品的 都是很少见 那这个快充来说呢我觉得是不够快的 因为它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八十 基本上充满的话呢 这个时间都要去到四十五分钟啊 其实充电的功率也还行啊 它最高呢能够去到八十二千瓦的 因此呢你算下来的话呢 虽然说它的充电时间不够快 但是呢由于这个电池度数呢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它可以啊在快充的时候呢 能够达到这么高的风值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OK的 或者说你家里或者说工作附近的地方 能够有功率比较高的充电桩的话 其实这一台是日常用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香的 那同时呢在动力这一块呢 由于是前后双电机的关系嘛 因此呢它的系统的总功率已经达到了490马力 那扭矩呢真的是非常长暴 达到了720牛米啊 哇这个数据真的不得了 因此呢它在0到100公里每小时 加速成绩就是4秒级的 那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狂暴 那你日常用的话呢 不管是经济舒适还是高能模式 一脚游下去啊 眩晕感真的是有的 完全都是有的 那这种加速体感真的是非常快 当然了我们日常用的话 那肯定不需要说要用到这么强悍的动力系统 所以说我们就非常的考究 它日常驾驶的话 那种行驶品质究竟是怎么样的 因此呢蓝图Feed的话呢 在做底盘这一块呢 它的底盘基础呢也是比较的高规格的 例如说前面呢是双沙臂 后面呢是多连港 还给你配一套空气悬挂 那这一套的空气悬挂呢 它可以应用场景也是非常多变的 因为它的驾驶模式 在标定的时候呢 就提供了非常多种驾驶模式 那在对应不同的驾驶模式之下呢 其实呢 它的车辆的一个高度呢 也是会有所变化的 那比如说我们日常走街的话呢 在这个经济舒适的模式之下呢 它的一个离地的高度就比较正常 那当我们想要开快车 享受这个驾驶乐趣的话呢 调到高能模式 那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的好玩了 因为我面前这一套的三联屏呢 它就能够自主的下降 这会让你更加聚焦会神的去看前方 那同时呢 它的车身高度还会降低 从而去疏导这个气流 因此呢 它的风阻系数还是比较低的 能够达到0.26cd 这个时候啊 整个底盘的表现就非常的稳健 就很有那种开跑车的感觉 而且呢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把这个驾驶模式调到了 这个雪地还有郊外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离地的间隙 能够进一步的升高 让你能够重用的去应对 郊外那些比较显恶的路况 所以说这一台车底盘 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 整个标定或者说底盘调整的完整度 也是非常高的 同时呢 由于是一个纯电车的关系嘛 因此呢 它的MH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棒 那开了这一台车呢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 当然了 回归这个主题 既然是做续航测试 那么当我们到了地方之后呢 我们就来算一下 这一台车的真实的续航达成率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水平 OK 看到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就知道我们的续航的测试就搞定了 那么看一下数据啊 我们到了地方之后呢 剩余的续航里程还剩下291公里 其实呢 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行驶里程来算的 只不过是走了94公里 那么最终算出来 它这个续航的达成率 已经能够达到了80.3% 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蛮优秀的 还是比较贴近于这个实际的一个续航的里程的 那么因此也能够得到出 这一台车的续航是比较实的 当然了 如果说这期节目只是这么简单的话 那肯定不行啦 所以我接下来就加点细 我们玩一下越野 因为整一个背景是非常的夸张的 有高坡有沙地 那么也可以借此来应认一下 这一台车的市区能力能够有多强 哇 看到那个坡没有 其实还挺陡的 虽然说右眼看着还行 实际上呢 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开这种纯电的有一定越野能力的SUV来过这种坡 我觉得信心还是比较的足的 我们只好可以借助这个郊外的模式 当它的离地高度抬升了之后呢 整一个接近脚跟离去脚都是有帮助的 那而且呢 前后双电机这种纯电SUV呢 比那种汽油的 或者说硬派汽油SUV来说 我觉得都是要好玩的 毕竟我们不需要考虑低扭啊 也不需要说考虑它这个发动机出力的那个动力形式 是否要有响应 那电的话呢 它肯定是要比汽油车要来的 更加轻松 你看 谈话间我们已经上到这个坡了 那因此呢 也能够看得出这一台蓝图FREE 超长绚昂版本呢 也是能够具备一定的跃远性能的 这个沙子真的是很油软的 不是开玩笑的 又细又软 那人呢 走在上面呢 也有一种陷进去的感觉 更别弹车了 接近两吨左右的车子 在这种沙地当中呢 也能够表现出比较稳健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 别忘了 那蓝图FREE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城市纯电SUV的设定 那也能够在这种越野的感觉当中呢 表现出比较可靠的一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 那通过今天这场测试 不管是它的一个真实的续航里程 还是底盘的调校感觉 在这个价位啊 确实还是比较难得的 你怎么看呢 海津 海津 也挺像 海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